同学们,想象力是我们人类非常珍贵的东西 今天呀,严老师就请大家发挥自己的想象力 来写一篇非常充满想象力的作文 请看今天的习作客 插上科学的翅膀飞 想象一下 如果大脑能直接从书上拷贝知识 如果人能在火星上生活 如果你能用时光机穿越时空回到恐龙时代 会发生些什么 这个题目好诱人呀,是吧同学们 我们今天的写作要求是 一,写一个科幻故事 给你有具体的要求 我们今天要写的是一个科幻故事 二,放飞想象,写一个科幻故事 题目自你 二,放飞想象,让你的故事 把读者带进一个神奇的科幻世界 三,写好以后和同学交流 看看谁写的科幻故事奇特而又令人幸福 你看一看,它里面有奇特,但是还要令人幸福 有的写写的奇则奇特 但是让大家怎么样 不幸福,觉得异想天开 或者是过于不着边际 那可能就不是让人感到幸福了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怎么写这个科幻故事 好,每个人都有过神奇的想象 学习累的时候,我就想发明一个机器 直接用眼睛扫描书上的知识 拷贝到学生的大脑中 这样每一个人都提高了学习的效率 也就提高了人类进步的速度 那可真是太好了 是吧,同学们 有的同学说了 我觉得现在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我曾幻想人类移居到火星上 建设一个崭新的家园 开始崭新的生活 因为环境污染太严重了 我们要开启新的生活 另一个同学说 我在看有关恐龙的动画片时 就常常幻想有一天 我能乘着时光机 穿越时空回到恐龙时代 我用语言翻译机与恐龙们交流 那是多么美好的画面呀 的确,恐龙总是能激发我们好多美好的想法 是吧,这个曾经出现在地球上的庞然大物 总想让人一探究竟 好,我们来看看具体的写作指导 第一个,审清提议 我们应该怎么样审清提议呢 习作的要求是写什么 科幻故事 那既然是故事就要有情节 情节要离奇 不离奇不叫什么科幻故事了 要让人脑洞大开 先想一想自己印象最深刻的科幻故事是什么 头脑中有过哪些神奇的想象 再确定一个中心 根据中心删减材料 先想一想 我自己对哪方面最感兴趣 是吧,然后再确定一个中心 二,大胆想象 展开想象的翅膀 描绘出人物的生活环境 展示那些不可思议的科学技术 描写人物的奇特经历 注意想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看,我们虽然要大胆想象 放飞想象 但是也要注意想象的合理性与科学性 三,安排结构 可以按事情发展的先后顺序写 也可以把最精彩的内容放到习作的开头 先声夺人 再交代故事发生的原因经过结果 要注意翔略的安排 以及段一段之间的过渡 要翔略得当 过渡剧要用的好 好,你可以按照事情的发展顺序来写 也可以把最精彩的部分调到开头来写 都可以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篇立文 同学们 未来之旅 开篇点题了,是吧 我坐着时光机来到了一千年以后 啊,未来世界真是太酷了 怎么样,开门见山 提示习作内容想象未来世界 而且是一千年以后的世界 先来说说街道吧 啊,具体写了 大街上没有公交车站 到处是无人驾驶的悬浮汽车 虽然看得我眼花缭乱 却没有太多的噪音 他们速度飞快 却井然有序 真是了不起 最让我感到神奇的是 空中还有一层透明公路 在空中公路上行走的 都是头部戴着透明面罩的人 每个人身后还背着一个 类似书包一样的飞行器 哦,原来在未来的世界中 人行道被转移到了空中 真是太有意思了 啊,真的好酷 是吧,同学们 放飞思维 想象合理 在想象过程中 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情感 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力 啊,想象的非常合理 啊,地面上的车是怎么开的 然后空中 还有专属于人们的 什么人行道 跑到了空中了 每隔一段路 就有一个类似车站的地方 可以领飞行器和面罩 我也排队领了一套设备 打算在空中人行道上散散步 戴面罩跟戴安全头盔差不多 只不过面罩的眼镜部分 同时还是一个电子屏幕 忽然我的屏幕上出现了一张海报 上面写着火星之旅 耳边还传来了这次火星之旅的详细介绍和五地体验具体计划 这可是个难得的机会 此时不去 更待何时 我立刻报了名 开始我的火星之旅 啊,这个过渡段还是很有意思的啊 巧妙的运用了过渡剧啊 这个过渡剧还是很有意思的 你看 更待何时 此时不去 更待何时 我立刻报了名 开始我的火星之旅 这个过渡剧用的非常巧妙 同学们来看看 巧妙运用了过渡剧 由空中的人行道转移到了火星上 啊,小作者马上要到火星旅游了 我被带到了一座城堡里 更换了火星面罩 坐上超光速飞船向火星进发 飞船内部跟飞机内部差不多 起飞的一瞬间 我的头有些晕 胸中略有些憋闷 啊,这是自己的感受 一顿饭的功夫 我便来到了火星 啊,真是太快了 火星上到处是各种空间站 空间站按照功能做了详细的区分 有学习区 生活区 科研区 工作区 保障区等 非常先进 是吧 功能 按照功能来划分区域 空间站的学习区 相当于我们的学校 在这里学习的 有各个年龄段的人 而且学习的内容千差万别 既没有统一的课程 也没有专门的老师 人们都是在独立的小房间里 单独上课 没有课间十分钟的玩耍 啊,他们得失去多少乐趣呀 小作者有自己的看法 我猜想他们肯定也没有统一的考试吧 那怎么考核自己的学习成果呢 我觉得我要变成十万个 为什么了 不知怎么 我又想起了每天唠叨着 让我好好学习的妈妈 还真是有点想她了呢 啊,看到了火星 然后怎么样 又想起了自己的妈妈 而且她重点写了什么 想写了学习区 略写生活区 科研区 工作区 保障区 想略得当 重点突出 也非常符合作者 作为一个学生的身份 啊 看未来世界到处都是高科技 我不禁想 是科技改变了我们 还是我们改变了科技 正在我陷入沉思时 面罩中的无限感应器 对我发出了提示 您的火星之旅即将结束 请速回到飞行器 返回地球 火星之旅怎么样 结束了啊 而且这里面有一个 画蓝线的句子 这是心理描写 充满了辩证思维 值得深思 科技和人们之间的关系 时间过得可真快 再见了火星 再见了我的未来之旅 好 这个最后一节 和前文还是怎么样 相互照应的啊 我们来看一看点评 小作者在文中 想象了自己的未来之旅 对未来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 进行了大胆想象 既描绘出科幻故事中 人物的生活环境 又想象了未来世界 存在的科学技术 本文想象合理 令人幸福 同学们 快拿起你手中的笔 为我们构划出一幅美妙的科幻世界 好 同学们 这节课我们就上到了这儿 同学们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